以下为点为有缘人分享 来问照灯 分享一 自信自渡 是要自己想通 才有用的意思吗 如果是别人给我们的伤害 还要怎么渡 放下恩怨 当作没事吗 哎 最近在练习一样功课 就是曾经对业主菩萨做的事 到底有多么残忍 之前只会觉得对不起他们 但不会很深入地 去反省对他们做的事 对他们来说伤害有多大 反正都要送经还债 最近 我总会生起源源不绝的忏悔心 如果是自己也没办法接受的事 怎么能要求业主菩萨做到呢 现在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外道院 新的业障 一起来 自己的精神 肉体 真的很累 但这次我发自内心向业主菩萨忏悔 我明白当初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导致他们失去一切 甚至牺牲生命 而我目前只是处于人生的第一潮期 与他们相比 我真的幸福多了 我真的很对不起业主菩萨 我的性格很刚烈 身边的朋友也都没有念经 但是佛菩萨开始出业障 业主菩萨也愿意和我解缘使节 我就要把握着难得的姻缘 诚心忏悔 努力诵经还债 经过一段时间的诵经和沉淀 声色场所不再去了 也反省思考很多过去不会想的事 诵经真的能启发智慧 帮助个性脾气 更加圆融 任何事情遇到了就要面对 佛菩萨开始的经文要努力念 早日回向给被我伤害的业主菩萨们 让他们有功德 可以往生善道 时时刻刻 生起忏悔心 才能真正地学会谦卑和慈悲 心性提升需要时间 遇到事情 慢慢磨练 慢慢转念 才能真正提升心性 精进努力 多念金刚经 人生一定会改变的 分享二 近期跟着社团 开始增加念诵金刚经的变数 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 真好 先前的工作实在忙到翻过去 经文念得少 静坐也很少 但现在 修行社团要大家回报每日金刚经变数 与静坐的时间 这变成一种激励 与必完成的要求 感觉斗志 又回来了 持续几天后 感觉思绪开了一点 虽然回到工作场合 还是觉得乱七八糟 毕竟 事真的很多 但常在静坐 确实会让思绪清晰 比如说 静坐时 会反省自己 又犯了哪些 贪嗔痴慢疑 财色 明食 水 等过错 当要再犯时 就会想起早上静坐时 告诉自己 要好好改善 于是就让忘年 闪过不再犯 静坐 真的有效果 至于念诵金刚经的回报 也是必要的 许多人过去世 都曾修骗过 自己 也曾如此 我是过来人 知道消外道院时的各种痛苦 甚至 也感受过别人的外道院 对我的干扰 有时候我的体质 会有点敏感 这些不消除 来世都会让人很痛苦 业障造不完 自己进来 金刚经也念了多一点 发现看待事情 真的会比较平静 当然 这得自己试试 才知道 进来 休想社团 也在提一件事情 就是许多人 都太过依赖感应于神通 导致自己 该改错误的没改 只靠外力 解决问题 神通这种东西 始终都是工具 真正的修行 并没有办法 靠神通改变什么 蔡师兄 心性不提升 轮回无止息 攀球难相应 借灵靠自己 攀球 指的就是心外求法 或是靠外力 解决问题 生活中 本来就有 大大小小的干扰 当然 消外道院 也会有灵界干扰 对我们来说 这些 都是成长的机会 都是考验 新性的时机 个人的浅见 就是当消外道院 有干扰时 就当感冒生病吧 其实 这也好比业障干扰 我们只能拟来顺手 谁叫当初 我们要造业障 或修偏去外道呢 受报的当下 如果是业障 要去反省自己 过去如何造成 人家的痛苦 培养同理心 如果是外道院 要去反省自己 当初如何跟着外道 去残害 正统的修行人 当初在外道集团时 可能也是让许多修行人 痛苦不堪 等等 其实一切 都是因果循环 欢喜做 还得甘愿受 现在 就是在受报而已 记得四五年前 那阵子刚好过去修偏入外道的 相关业障发作 遇到很基础的外灵干扰 我也无法排除 后来蔡师兄告知 心定意境 扰自清 先深呼吸 把思绪放下 等等 我照办 没多久后 干扰真的消失了 连神通观想 都不必了 想来 这就是自己心思凡乱 造成的问题 总之 多诵金刚经 与多静坐 并改正自己的行为 才是修行的根本之道 蔡师兄 相由心生 并由念起 清心寡欲 百病无一 以上 唯有猿人分享 每个人来到这世间 都要修行 无论您的人生 过得幸福美满 或是凄惨潦倒 都要修行 人生没有绝对的好坏 好坏都在人的一念之间 没有经历过痛苦与磨难 您就不会想要突破和改变 太过顺随的人生 只会让人 单溺在安逸之中 渐渐沉沦堕落 自以挥霍福报 加重贪嗔痴慢疑 等无名恶惜 导致造下无数业障 来日 恶业果报缠身 悔不当初 佛菩萨开始因果之后 首先要向业主菩萨真诚地忏悔 什么是真诚地忏悔 凡夫众生 不一定人人都能看到灵界 或许您看不见 您的业主菩萨就站在您面前 但是您的意念 行为举止 灵界都能看见 也能迅速传播 您的一举一动 业主菩萨都看在眼里 您的忏悔是否真心诚意 业主菩萨都能感觉得到 因此 只要真心地忏悔过去所犯的错误 不二过 并且努力诵经偿还业障 大部分的业主菩萨都会被您感动 等待您做完功德回向 减少干扰 或者甚至不再干扰 真诚地忏悔 除了向业主菩萨道歉 反省自己的过错之外 也能帮助去除覆盖在心上的 污浊 尘垢与杂质 一点一滴恢复清静自信 透过不断地反省过去所造下的恶业 我们才能明辨是非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不能再用无名习气和分别心 去衡量一切人事物 那只会继续结怨和造业 恶性循环 永无休止之日 当您学会真心地忏悔之后 您的智慧就油然而生 改变过往的恶习 渐渐地学会用悲下心 去接受世间万物带给您的教诲 用慈悲心去接纳众生不同的意见 不在心上留下烦恼执着 用欢喜心去看待万事万物的变换 却不起心动念 如此您的待人处世 才能世事圆容 处处圆满 您所到之处 便能令一切众生心生欢喜 与众生广结善缘 业主菩萨来讨报时 有干扰是正常的 想想您过去是对他们造成的痛苦 可能不止现在讨报的千百万倍 而他们的讨报却只是来提醒您 希望您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并且偿还相欠的因果 债清缘尽 从此各奔前程 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 可以过得幸福美满 顺遂平安 但是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万般带步走 唯有夜随身 本事所遭遇的一切痛苦与磨难 都是过去时造下的因果 结下的愿愁 除非还清业债 否则淘报和干扰 就会永不止息 牟尼经社推广因果债 功德还 借由佛菩萨开始因果业游 再由您送经累积功德 专案回向 偿还因果债 才能真正与业主菩萨解冤事劫 因果素业一笔勾销 不再互相牵连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众生造业是果 无名习气 以心性尚未提升 是因 若只是偿还业债 却不改变习气 提升心性 您就会一边送经还债 一边却又继续造业 恶性循环 轮回 永无止境 除了业障讨报有干扰之外 外道远 魔性 也会招感干扰 众生在尚未学佛修行之前 一定会有许多妄念与习气 这些就是造业的源头 也是与外道相应 导致修偏 堕入外道的根源 蔡师兄常说 心定意境 扰自清 常常感受到干扰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心不定 意不静 妄念纷飞 恶习不除 心就永远难以清静 经常发射 与外道相应的电波 干扰 就会如影随形 最后 痛苦的还是自己 对抗干扰源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收射自心 反观自照 没日静坐 反省自己的贪嗔 吃脉一席气 真诚地忏悔 往昔所造下的 一切身与异业 并且不二过 不再犯错 经济诵经 学习佛菩萨的智慧 落实在生活当中 一点一滴地改过 如此 才能渐渐放下烦恼 和执着 不再被妄念恶习 所束缚 人生自然 就能渐渐 清明自在 现场开示 精华节路 神通 不是究竟 靠神通 处理问题 环节 只能一时 不能一世 故修行 要自行自度 福慧 双修 不假外求 莫只想 靠心外求法 来解决眼前的困境 不要老是想 依赖神通 解决干扰 所有的干扰源头 都来自于 内心的习气 因为这些习气 造成内心妄念不断 才会引来诸多干扰 想杜绝干扰 要从清静自心做起 由内而外修炼 千万不要心外求法 那只会招来更多干扰 导致心不清静 生活也不安宁 凡事往好处想 所有的挫折磨难 干扰痛苦 都是来成就您的 您不会因为逃避 就不必面对 这些苦难 一时的逃避 也许会有短暂的安逸 但是 这些苦难 并没有消失 反而会被您内心的 黑暗面滋养长大 如滚雪球一般 越滚越大 等到机缘再次成熟时 您还是得面对 而且 会比以前 痛苦千百万倍 人生若没有考验和历练 我们不会知道 自己哪里还需要修正 哪里还需要改进 当您突破这些困难 与瓶颈的时候 您就会感恩这些逆境 因为 这些逆境 会让您遇见 更好的自己 佛助自助者 想要佛菩萨帮助您 首先 您要帮助自己 诚心忏悔 感动神鬼 生起真诚的忏悔心 并不仅仅 只是对业主菩萨忏悔 更是对自己内心的 无名习气 贪嗔痴 卖疑忏悔 这些 就是造业 和修偏的根源 唯有透过不断的忏悔 您才能真正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真心地放下身段 来改过千善 恢复自性的光明面 想感动别人 首先 您要能感动自己 修行人 应当表里如一 紧紧努力 不要只是嘴巴说说 却什么都不改 什么都不做 最后 还是自食恶果 难以解脱 拿摩本师 释迦牟尼佛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劫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